直到这个烦恼稀奇不克服 后头又要无量界的受苦 在六大轮回受苦 这不是一个聪明人 不是一个觉悟的人 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一禅体 一禅体没有善根 不会觉悟 遇到的偶然至今 好像石火电光闪电一样 闪一下立刻就灭了 又退转了又回去了 这种情形 这种人非常非常之多 我们在现前念佛的人 一万个人里面 就有九千九百个是属于这样的人 所以黎兵老长江 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两三个 那两三个是什么 真的明白了 真的不想再搞生死轮回了 克服自己的烦恼稀奇 他这一生成功了 成就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 如果我们不能克服烦恼稀奇 还堕落在探陈迟漫里面 我们将来一定还是无量界的生死轮回 所以要晓得这一桩事情可怕了 知道这个事情可怕 对于明文立扬五欲六成 居力越远越好 不要靠近他 你自己没有功夫 没有定力 没有智慧 你一靠近 你的烦恼就起先行 所以古无大德建道场 为什么建立在深山 人及韩智之处 就是叫你不方便 现在交通便捷了 所以只有自己真正发心照顾自己 别人想帮助帮不上忙 只有自己懂得远离 远离的方法 没有必要不接近 没有必要少交谈 多念佛 多读诵经典 只有用这个方法 多读诵经典 多读诵经典 多读诵经典